這是一個好的螺絲 我們傳統的螺絲盤子 錄下去 跟所有的螺絲盤子 錄下去 螺絲盤子一定要錄下去 跟螺絲盤子的螺絲盤子 這樣你看 螺絲手盤子不會錄下去 不會錄下去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ORX ORIS 專利的螺旋內六角板索 這是10mm的 這個頭部是標準的六角頭 我們9.91 和一般六角板索的 它是一個六角的散步 在奧村 它這種六角的散步 你看最小 9.91 最大角度高的地方 11.1多 跟我們的圓形 因為頭上 插成插出來 所以本體是硬的 你看我們12mm 12mm 因為我們剩下很多 所以會繼續用 我們這種螺旋結構 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用這個 這個好的螺絲來示範 我們傳統的六角板索 錄下去 一定要有一個阿蘇米 螺絲頭要大到板索 要錄下去 所以這樣 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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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錄下去 跟我們的螺旋結構 會比較標準的六角板索 一般的六角板索是一樣的 可是有防滑紋 我們很高興 很有防滑紋 到六角板索 在螺絲頭的時候 會摘到底下 到頂頭 看看頂頭 看看頂頭 頂頭 頂頭麻麻麻都沒有膨 這樣你看 螺絲手放下去 不會掉下去 不會掉下去 如果螺絲 如果螺絲 這一樣好的螺絲 來打邊看 過了明顯 這是傳統的螺絲 傳統的板索 下去 一定不會掉 因為螺絲 螺絲 大 放到板索 我們有專利的 我們有專利的 下去 把它摘到底下 這樣 它沒有縫 它沒有縫 它就不會 硬力點不會集中 它會整個面 分布在螺絲頭上 它螺絲就比較不會損壞 板索的壽面 也會大幅的延長 我們把這個 拿到板索 這樣喔 我們剛才把這個 六角的螺絲頭 噴到螺絲 比現在噴到螺絲 我們稍微做給大家看 六角都噴到螺絲 6個角都噴得很黑 很均勻的都很黑 你看這個標準的傳統的 這也是一樣噴到螺絲 整個都噴到 嚼嚼 這條是好的螺絲 這條是無法把螺絲 我們準備一般的螺絲 一般的六角 插下去 稍微不要擦碎 不要擦碎 不要擦碎 插下去了 那大大的鑽 出大大的鑽 出大大的鑽 很出大大的鑽 很用力的扭它 然後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好 我們來看噴 它有一些掉漆的地方 就是我們受力的地方 然後我們換我們的 我們換我們的螺絲六角 一樣 這也是黑色色 整支都黑色色 齁 我們一樣要錄下去 所以它不要入燒 因為它錄下去 它沒有香 所以不會油 我們要大大的鑽下去 好 鑽下去 鑽下去 大大的鑽下去 鑽下去 鑽下去 然後我們拿起來 不用趕快看它白白 好 我們來看那兩隻 六角白白的地方 我們來看這個傳統的六角 我們來射一下 看 有看到嗎 這家的地方的面積都是點 它掉漆的地方都是點 這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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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點 我們轉一圈看 你看 它在轉六角的時候 它是點狀的 接觸 它上面沒有接觸到 我們來看我們的 專利的六角 你看 我們是整個面積到 你看 大家看到有 這裡有 這裡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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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根原碎 6個角 都會吃到 六角 都會吃到 才能燒出來 我們的 受力面積就會大很多 看 這六角 這只有3個角 吃到 所以大家 每個角都會吃到 就是這樣 我們的 搬手比較 內容 比較不會像 就螺絲就是因為這個原因